同学们好,欢迎来到爱特精英语文课堂,我是樱桃老师 因为我喜欢吃樱桃,所以小朋友们都叫我樱桃老师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就叫樱桃老师了 那知道我是谁了之后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吧 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叫原流十字 原流是指什么意思呢? 原流是指一件事情的起源,最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学习汉字要从最基础的开始 那我们再看一下副标题叫做读神话识汉字 一听,诶,有神话?那就说明有故事了 我们在边听神话的时候,边学汉字是不是就有趣多了呢?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神话故事叫横谷开天辟地 诶,横谷是谁呢? 开天辟地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要急,我们一点一点讲 听完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老师有个疑问在这里 天和地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出门抬头能看见天 低头能看见脚下的地 那有没有想过天地是如何形成的呢? 不满你说,我一直觉得天还是蛮神秘的 晚上的时候有星星,有月亮,小时候听大人说 月亮上还住着嫦娥仙子 晚上的时候我就会看呀 看天上到底有没有 那个月亮上有没有嫦娥仙子的影子 实际上是没有的 然后我就想象它有 我幻想它有啊 但实际上是真的没有的 但是我也没有想过天和地是如何来的 不过刚才经过我这么一问 你在脑海中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呢? 就是天和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不仅是你和我会有这样的疑问 古时候的人们同样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科技不像现在这样发达 我们可以探索天地之间的奥秘 也可以知道人是如何形成的 但是古时候的人不知道的时候 他会创造一些神话来解释一下他不知道的事情 那比如说旁古开天PD 就是古人们创造的神话故事 来解释天和地是如何形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古人们认为天和地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最早的开始没有天和地 天和地是混作一团的 混作一团就说明它很模糊一片 很黑漆漆的 最早的天和地就是这样子的 模糊一团 混作一团 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大鸡蛋 我们看啊 像一个大鸡蛋 这个是鸡蛋两个字 我们看外面这一圈形状 是不是有点像鸡蛋的那个 有点团圆的那种感觉啊 说实在是像一个大鸡蛋的 我们再仔细观察呀 好像这个大鸡蛋里还有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似乎在睡觉 那它是谁呢? 它呀 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叫盘骨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字啊 盘骨的盘 就是我们平常吃菜 成菜用的那个盘子 骨啊 就是我们骨时候的那个骨 骨人的骨 骨懂的骨 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两个字啊 盘骨 再读一遍 读一遍 多看两字 把这个字记住啊 盘骨 这个人是盘骨 你们猜 他在这个大鸡蛋里睡觉 睡了多长时间呢? 睡了多久呢? 大家可以大胆的猜 大胆的猜 他在这里呢 我是告诉你啊 他睡了一万八千年 我的天哪 一万八千年 那也太长 太久了吧 对不对? 但是啊 总要醒过来的呀 那他醒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 周围怎么都是黑漆漆的呢? 怎么是这样子的呢? 我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呢? 我不喜欢这里 我们想想 要是混住我们 我们喜欢这里吗? 肯定也不喜欢 我要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不仅会感觉到难受难过 而且我还会很害怕的 黑漆漆的 一个人也没有 对吧 多吓人呢 旁古啊 就觉得不行 我要出去 我一定要出去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 恰巧呢 他身旁就有个斧子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 这是一把神斧 一把斧子 你们猜 他将要拿这把斧子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这样用力的一批 他拿这个斧子用力一批 他要批什么呀? 他要批开这个大鸡蛋 那你说 他有没有批开这个大鸡蛋呢? 我们看一下图片就知道了 结果是什么? 批开了 只听见 咔嚓一声 巨响 那个大鸡蛋 裂开了 裂开之后啊 旁古就发现了 那些比较轻的东西 轻飘飘的 比如说老师 这支笔就很轻 轻飘飘的东西呢 还有那些看上去 比较干净的东西 就一点一点一点 往上升 一点一点往上飘 形成了天 那相反 那些比较重的 它飘不上去呀 还有比较泥土一样的这种东西 比较脏兮兮的这种东西呢 就一点一点一点往下沉 一点一点一点往下沉 就形成了 我们现在脚踩着的地 脚踩着的地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啊 它劈开这个大鸡蛋 然后呢 轻的 而且干净的东西往上飘 就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天 对了 这个天 这个是天字 应该有些小朋友 是认识的 不过没有关系 接下来老师讲的呀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接下来认真听 拱认识的呢 就拱这个字 不认识的呢 我们也学习了个新字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了 天是如何形成的 天这个字 又是如何来的呢 我们看啊 这是天 最早时候的样子 天这个字 最早时候的样子 我们看它像什么呀 不难猜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是不是 像一个人呢 对吧 这不是明显的像一个人形吗 对不对 那和天有什么关系 我来提问一下 这个图片呀 最突出的地方是哪里 你觉得它哪里 最高呢 哪里呢 回答对了啊 头才是最高的 对不对 那我再问你了 人身体不危险 头最高 是不是 那自然界中 什么东西最高啊 自然界中 什么东西最高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天最高啊 对不对 那天这个字 最早是指 人的头顶 人的头顶 是一个人最高的地方 那它就接着天 也是最高的地方 对不对 那它是这样子形成的 明白了吗 那天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 变成现在我们写的 这个汉字呢 我们这些来再看一下 天呀 从最开始的这样子 一点一点一点 变成 嗯 现在这个样子 它这个 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天 和这个天 还是比较接近的 对不对 天 从最早的这种写法 一点一点一点 变成了 现在这种写法 嗯 明白了吗 特别棒啊 那我们不能只认识汉字呀 我们还要通过汉字来组词 认识更多的字 这也是我们认识更多的字的 一个好办法 就是组词 那天这个字 你怎样组词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怎样组词的啊 大家可以想象 可以思考 第一个叫天上 哎 天上 第二个是天空 哎 天空就是指天啊 天空 第四个 唐古开天辟地 那天和地 是一组词 叫天地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认真听 认真看 认真记啊 争取都记在脑子里 第一个 天上 第二个 天空 第三个 天地 哎 天上 天空 天地 这意思不难理解 对吧 好 那这是我们的天字 天这个字啊 是要求我们 嗯 在小学 第一年级阶段 要会写的字啊 那现在呢 请同学们 举起你的小手 我们一起用手啊 来写一下这个字啊 看看它 是如何写的呢 我们看啊 看这个黑色的部分啊 是它一笔一画的 顺序写成的啊 我们来伸出手 一笔一笔写 第一笔是 横 第二笔 看第二幅图画了啊 就是 还是横 只不过这个横 稍微长一点 第三笔 撇 第四笔 那 不难写吧 我们再来一遍 一笔横 跟着我说啊 二笔横 三笔撇 四笔那 这就是天字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 旁古啊 他把这个 大鸡蛋劈开 形成了天和地以后 就结束了吗 他就去玩了 歇着了吗 并没有 他就要干嘛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 他做着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 脚踩着地 头顶着天 手也支撑着这个天 他是在干嘛呢 我们猜一猜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想象一下 思考一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他害怕天和地 还会合到一起去 那不又变成黑漆漆 模糊的一团了吗 是不是 他害怕天和地 再合到一起去 于是呢 他就这样子 手支撑着天 胶踩着地 不让他们合上 那 天呀 就一天一天的 变得很高 地呢 也一天一天的 变得比较厚 旁古的身子 也随着天 一点点的增高 他的身子 也变得一点点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就这样 他一直做着这个动作 做了多久呢 我们这回还可以大胆的猜 做了 还是一万八千年 他这个动作又做了一万八千年 天哪 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把手举一会儿 可能都要 都酸了 胳膊都酸了 是吧 都有点累了 那旁古就这样子 一直做着这个动作 也是一万八千年 你想想 太累人了 对吧 他最后 就怎么样了 倒不下去了 也就去世了 那就在他 临死的一瞬间呢 他的身体 发生了 奇妙的变化 有哪些奇妙的变化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据说呀 他的左眼变成了 这是什么呀 太阳 太阳这两个字 我们一起读一下 太阳 阳在这里面读 青声叫太阳 变成了太阳 左眼变成了太阳 那右眼会变成什么呢 我已经出示读片了 是月亮 我们看月亮 这两个字 跟我读一下 叫月亮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这个是 左眼变成了太阳 右眼变成了月亮 那太阳的阳 太阳啊 古时候 人不管太阳叫太阳了 它叫什么呢 他管太阳啊 叫这个字 有没有小朋友认识啊 叫日 日就是代表太阳的意思 我们看日子最早的写法 早期的写法 是不是很像这个太阳的形状呢 外面这一小圈 像太阳 这个圆圆的 对吧 日最早期的写法 中间这一小横 又代表什么呢 说呀 有两种说法 说这个横啊 代表这个太阳是实行的 不是空的 第二种说法呢 说太阳是闪闪发光的 那样 这横啊 代表太阳闪闪发光 闪闪闪闪闪的那种感觉啊 这样子的 能理解吧 这个日啊 也比较好记啊 很形象 嘿 左眼变成太阳 右眼变成月亮 那月亮 这个月字又是如何来的呢 其实月也很像 这个月牙的形状啊 最早期的时候 他的写法是这样的啊 这是月 很好记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日月如何一点一点 演变成今天的这个写法 就更清楚明了了 来看 哎 日 由最开始的这样子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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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现在的日 那月呢 是这样子 一点一点一点变成 现在的月 明白了吧 是不是也很好记 那日和月呀 也是要求我们会写的汉字 不是很难哦 我们跟着老师再伸出你的小手 我们一起再写一遍 第一笔是数 第二笔是横折 跟我一起说啊 横折 第三笔是横 第四笔是横 那在这里呢 老师强调一下 我们看日的第二笔 要是横 然后折过来了 叫横折 但是写的时候啊 我们为了把这个日写的好看了 这边会带一个勾 哎 勾过来这样子再写 你看 写到最后就感觉很漂亮 这个字 所以呢 写的时候可能带个勾 但是我们说笔顺的时候 说横折就好啊 横折 我们来一起说横折啊 那这个是日子的写法 我们最后再来一遍 一笔数跟着我说 二笔横折 三笔横 四笔横 那同样 日月也是我们要求会写的 我们看日月是怎样写的呢 同样分为几笔啊 一二三四 第一笔是撇 跟着我一起说啊 撇 第二笔是横折 横折 横折 第二笔 第三笔横 第四笔横 第三笔和第四笔都是一样的 第二笔是横 然后折过来了 那个勾就叫横折勾 刚才那个日是横折 对不对 那这里是横折 特别棒啊 好的 日的月的写法是这样子的 最后两笔是相同的 都是横啊 那这样是日和月 相信小朋友记得都很熟悉了 记得都很好了 那我们再看 日和月呀 同样还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字 是什么字呢 日加夜的什么呢 明天的明 我们主词明天 明天妈妈要给我们好吃的 对不对 明天 明天 是这样子的写法 我们已经学过了天 也知道日和月在一起是明 我们应该更好记住这两个字了 明天 好的 这是我们明天的写法 哎呀 我们说 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 右眼变成了月亮 哎呦 太阳有月亮了 你们觉得还少什么呀 还缺什么呢 还缺星星呀 对不对 说星星啊 是旁古的头发变成的 哎 星星千万颗 对吧 头发千万缕 哎 旁古千万缕的头发 变成了一颗颗闪药的星星 点缀着美丽的夜空 那星星 她的头发变成了一颗颗闪药的 我们看星这个字好像很熟悉呀 上面这不是我们刚刚学过的日吗 只不过这个日有一点扁扁的啊 写着有点扁这个日 然后下面这个字啊 是我们学生的生 哎 我们都是学生 这个生 还有生活的生 那日加星就是 日加生就是星 明白了吗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星星 星星 啊 这个字 呃 需要我们认识 但是先不用写啊 我们再来说一遍 星星星 是旁古的头发变成的 旁古啊 有这么多部分都发生了这种奇妙的变化 说呀 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 因为血液是流动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江河也是流动的 还说呀 说他的肌肉 这种肌肉变成了肥沃的田野 供万物生存 肥沃的田野 供万物生存 他的汗水 也变成了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 看一张图片 你们猜猜他的汗水 又变成了什么 哎 这是一朵云 飘来的云 哎 轰隆打雷了 要干嘛了 下雨了 所以他的汗水呀 就变成了 雨 那我们来看一下雨 这个字是如何演变的啊 一步一步 演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写法啊 现在的这种雨的写法 现在雨是这样写的啊 我们拿这个做举例 这个就是指天 这一行代表天空 那这个部分 代表的是云朵 哦 确确的说应该是乌云 对吧 因为只有乌云来的时候才会下雨 确确是乌云 那这几点应该很好理解了 对不对 乌云 下面 低落的 落下的 雨滴 哎 所以雨就是这样子形成的了 我这样一说 是不是这么好记了呢 上面是天 这是云 云里面有水 那个要一滴一滴落下来 变成雨 对不对 那这是雨 是这样形成的啊 那雨可以组什么词呢 哎 比如说 雨水呀 对不对 下雨呀 这两个字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这个读天 那就是雨天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说 大雨呀 小雨呀 对不对 毛毛雨呀 黄蜂暴雨呀 这都是词 那我想问了 下雨的时候通常会伴随着什么呢 通常会伴随着什么呢 会不会 会不会 哦 哦 sorry 雨 雨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汉字啊 雨 看着好像比刚才的笔画要多了 但实际上也不难啊 你看后面那个四个点都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只要写四个点就可以了 现在伸出你的手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好不好 第一笔是横 第二笔是树 跟着我一起说 第三笔 横折 第四笔数 第五笔点 第六笔点 第七笔点 第八笔点 这个字呢 我们再来一遍 跟着我说啊 一起说 一起写 一笔横 二笔数 三笔横折勾 四笔数 五笔点 六笔点 七笔点 八笔点 现在这个雨 知道了吗 好的 那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 下雨的时候 通常会伴随着什么 通常会伴随着 轰隆隆的 雷声 打雷了 其实我们要下雨了 我们看雷这个字 上面这个很熟悉啊 刚刚学习的雨嘛 只不过它变形了 对不对 变了形状 这个时候它是偏旁固守了 要和其他的字组成新的字 它是雷 我们看下面这个字念什么 有些小朋友可能认识啊 念田 田呀 就是指田地的田 这个雷字的组成是指 这个雨下到了田里吗 是吗 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呢 是不是雨下到了田里呢 其实不是的啊 老师来给你解释一下 你就知道了 最早这个雷的下面呀 是三个圆圈 我画的可能不圆啊 我这种 我这个在电脑上操作 这三个圆圈 这三个圆圈 圆圈代表啥呢 代表什么 圆圈呀 代表车轮 嗯 朋友问了 这和车轮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车轮 古时候的这个车轮呢 它是木头制作的 而且那个路啊 也不平整 不像现在这个百油马路 那个车呀 也是橡胶的轮胎 噪音并没有很大 它古时候呢 那个车轮呢 木质的 然后走在路上 就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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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这种响声 人们呀 就觉得 这个声音 很像打雷的声音呢 所以呀 它就在雨的下面 画了三个圈 就代表这个轰隆的雷声啊 就是代表这个车轮的声音 和打雷的声音比较像 所以古人们 创造汉字的时候 也是比较形象的啊 也是发挥了想象力的 然后 后来呢 一点点点点 这个写法就变成了 现在的田子 明白了吗 金国老师这样一讲 是不是你对雷的印象 就深刻了一些呢 怎么能更好的记住了它呢 同样啊 雷要怎么组词呢 这个 第一个词 这个字我们刚刚学过了 这个字我们刚刚讲了 叫雷 组词 雷雨 打雷下雨呗 下一个 这个字有没有认识的 这个点打 打雷 打雷 第三个 雷电 下雨的时候 打雷的时候 有时候还伴随着闪电 对吧 雷电 这是我们要学的 雷字 雷这个字呢 我们暂时只需要 认识就好啊 暂时先不用写 我们把它上面的 语字会写就可以了 那说呀 这个雷 你们猜一猜 是旁古的什么变成的呢 你看 雷可是有声音的呀 是旁古的什么变来的 旁古的声音变成了雷 旁古的声音变成了雷声 就是它倒地下那个声音声 就变成了雷声 就说呀 我们再继续讲 看看它还有什么身体 有哪些变化 他除了这个刚才老师讲过的这些 说他这个寒毛和皮肤 变成了草地零木 也有的呀 说他的骨骼变成了草地零木 但不管他是骨骼变的 那草地零木呢 还是皮肤寒毛变成了零木 我们都要学习木这个字 对不对 我们看这是啥 这是一棵树 这个字有些小朋友应该认识 这个是木字 对不对 我们看 这个木啊 就根据树这个形状 一点点也闷着来 它的早期写法是这样子 我们看树干 然后这边是茂密的树叶呀 等等 我想了这不是树吗 它怎么写成木了呢 这里呀老师要告诉你 木啊 在最早的时候 它就是指树的意思 是指树的意思啊 那小朋友就问了 那它是指树 木是指树的意思 那树是指什么呀 我们看这里啊 木主词叫树木 这个字念树 跟着我一起读 树 树最早的意思是指中树的意思啊 中树的意思 和木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呢 就是指树了呗 那树是树木 树木 最早的时候 木是指树 树是指种树 明白了吗 那我们再看 木还可以组什么词 还可以组 木头 木头应该很好理解了 说呀 最早的时候 这个木 一个木是指树呗 那 一个木是指一棵树 那如果我这边写两个木的时候 它代表了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木这个字啊 要求我们会写 我们写一下这个木 一笔横 二笔 竖 三笔 撇 四笔 那我们看 木这个字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横竖撇 这个笔顺笔画 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的 我们再来一遍 一笔横 二笔树 三笔撇 四笔 这个是木 是指树的意思 那 两个木在一起 那是什么字了呢 这个树就变多了呀 两个木的意思就是树变多了呀 是不是 这里相当 涉及到二这个字啊 老师这样子简写一下 这个二 二啊 除了表示数字的时候 它也可以表示比较多的意思 那我们想想啊 比较多的时候 嗯 这个树啊 变多了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呢 会有什么 会变成 树 林 我们看这两个字 树林 一棵树是树 多一点的树 多一些树在一起 那就变成了树林呗 对不对 应该很好记啊 那我们再看一个字 比树林还要多的树 比树林里的树还要再多 还要多很多 是什么了 是哪里了 是森林了 森林 这个字就念森 它是怎么样 三个木 三哪 除了表示数字三 三个以外 它还表示很多的意思 它表示很多的意思 很多树 那就是森林了 很多很多的树 那一定是森林里才有很多很多的树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也很好理解了呢 一个树 那个木 两个木呢 就是树林的林 三个木呢 就是更多树的 森林的森 很好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我们只要认识就好了 我相信小朋友通过木这个字就能认识 森和林这两个字了啊 这个不需要我们会写 暂时只要记住就好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就是这么多的内容 唐古啊 除了就是说 他的肌肉 变成了 那个田野啊 唐毛和皮肤 或者是骨骼呀 变成了这种草地 林木 他相传 说他的头啊 变成中国最大的 这个 中国的 一个大山 叫 泰山 还有说 他的 胳膊 他的左臂 变成了 横山 在湖南的那个横山 他的右臂 变成了横山 只不过这个横 都叫横山 只不过写法不一样啊 他的右臂 变成了横山 然后他那个 双脚 脚变成了华山 然后那个这个 腹部 变成了松山 这是中国的五大山 五月 就是月要比山还要大 五月 中国最著名的五月 这是横股的几个身体 部位变成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了解了 横股 开天BD PD这个故事 是如何形成的 是怎么回事 那通过这些呢 我们还认识了一些汉字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 围顾一下我们所学的汉字 玩个游戏 叫杂金蛋 然后我们一个个把它敲开 说一下它都是什么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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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